大家好 歡迎大家回到文杰新時代頻道 我是劉文杰 今集想跟大家主要講兩件事 第一件事就是 再有一個人被判國安法的表證 即是一些證據基本上是成立的 相信在不久的時間會再判他 應該會被判監禁 這個人到底是甚麼人 據稱他好像想做美國人 到底是誰會為大家揭開一個謎底 另一件事就是 在10月1日國慶時有消息報稱 其實警方將會動用上萬人去報防 尤其是在會展和金紫荊的廣場裏面 四周都會叫做全部是 全部是封閉了 在今天也都會是 準備將他在幾面的時間 幾方面的不同的位置 都會是 圍封報防 整件事是怎樣的 一會兒都會跟大家講講的 在影片開始之前希望大家可以分享 讚好留言訂閱文潔紳士的我的頻道 記得按下鈴鐺 選個全部 大家就不會錯過任何的一段影片 好了 又有一個人 就被控國安法的分裂國家罪 他的表現證供是成立了 即是說他表證 即是他本身出來的罪證 基本上 是成立了 但是這個人 都應該是不打算認罪等等的 有些什麼事情在裡面 在這件事裡面 其實就是 有一個人叫做馬遵文 他就很想很想做美國人 為什麼呢 因為他的稱號就是 第二代的美國隊長 為什麼叫做第二代的美國隊長呢 因為他之前就穿到整個美國隊長 然後就走出來的 在再早之前就拉了一個 第一代的美國隊長 他就是第二代 就是第二個被抓的扮美國隊長的微卓人 他就是被指在2020年的期間 就多次在示威活動裡面喊口號 就要控告他港區國安法 裡面的其中一條就是煽動他人分裂國家 案件就在昨天在區域法院那裡 就是繼續審理的 國安法裡面的指定法官 陳廣池法官就裁定他 他表面證供已經是成立的了 辯方就是透露 因為沒有辯方證人 所以 馬遵文致辯的機會 不是很大的 辯方也都說 需要更加多時間 去處理這個辯方的案情 希望可以 壓去到 今天 晚點的時間 就再審訊 也是獲我們的 陳廣池法官去批准的 所以今天稍後的時份 也都會有這宗案件去 審訊 相信審訊的過程 應該到 我想 不會很久的 因為 他有沒有證人 應該很快可以判到他罪成 在這宗案件裡面 控方 傳召了兩名的控方證人 辯方也都沒有向兩名的 叫做 控方證人 作了盤問 就好像他們已經打定輸屬 遇到這宗案件 是死的 我不知道 辯方 找了什麼人 去幫他打官司 或者 那些人 就是想 究竟想他是 變成 怎樣的 情況呢 好像送他去死 一樣 我們真的不知道 控方在昨天的時間 已經完成了 整個 控方的案情的交代 第四 國安署的警員 105 李維俊 在昨天 早上作工的時間 就是 說 他負責調查有關 馬津文的案件 在2020年9月22號 至9月24號的期間 在將軍澳警署 走到8宗案件 向被拘捕的 馬津文 進行了四次的 錄影會面 即是 錄了所有的證據 證據 他講話的所有東西 全部錄了 李警員就說 在四次的 叫做 錄取會面當中 馬津文 都有 律師陪同 他們都說 在9月23號 凌晨時間 他和警員 一同 跟他押戒被告 去到他預所 去守屋的時間 拿了五件的 黑色上衣 這些黑色上衣 是一些證據 什麼證據呢 因為上面印了幾隻字 都不是幾隻字 一堆字 就叫做 靈命而死 不默而生 像不像在那些 電影 譬如那個 《拆彈專家2》 一些的 叫做 口號 沒錯 就是這些的洗腦口號 那他就是印了 這些的口號 在衣服那裏 所以這些字眼 基本上這些衣服 都可以作為一個 呈堂證供 他就是想 煽動他人 去分裂國家 並且 檢取了 兩條的 黑色長褲 兩本的筆記 其中呢 有一本的筆記 就寫著這什麼呢 他真是美國上路了 寫什麼呢 就是說 美國隊長的抗爭日記 他真是當正 他是美國隊長的 不知道在未來日子裏面 他如果聚成求情的時間 會不會索取這個 精神的報告呢 看看他是鬼達 沒那麼精神 還是精神方面 就出了一些問題 病了 這樣 還有一部的電腦主機 李Sir也都說 他在這個按照案件的主管 的要求底下 就是 上網去調查一些 有關馬尊民的消息的時間 就 沒有找到他的Facebook帳戶 和他創立的 叫做Telegram帳戶 那個叫做61萬人不怕拉Channel 控方在庭上播放馬進民的受訪影片的時間 其中在馬進民第一次被捕獲釋之後 他接受媒體訪問的時間 他就說 自己不怕被人拉 但是很怕國安處的人 但是 他那麼怕他都在呼籲說所有手足 不要再說 光時的東西 就是 整句都說出來 那究竟你是叫別人不要說 還是 扔個彎叫別人說呢 那跟著呢 亦都在喊 就說 榮光都不要唱啦 大家都知道 他們基本上 有時候是講反話的 那究竟他們講反話 還是講真話 就真的不知道 那跟著這個的被告 馬進民 其實就是30歲 世民潔一點 好像是 OK 那現在就無業了 被控一項煽動他人分裂國家罪 涉及到 就是20宗的案件那麼多 控罪就指 他就在2020年8月15 至11月22日期間 包括首尾兩天 他就在香港煽動他人組織 策劃 實施或者是參與實施 分裂國家 破壞國家統一的行為 不論是有沒有用到武力 或者用到武力商協 即使呢 就是希望將這個 香港特別行政區從中華人民共和國 之間去分離出去 或者非法改變我們香港特別行政區的法律地位 所以說分裂國家罪 基本上就是罪成 看看到時控罪的時間 判多少 OK判刑的時間 好嗎 那麼 大家都知道 有很多人就是 想違反國安法的 想得到美國主旨的垂青 這一段的日子裡面 相信都會有很多人是搞事的 那麼我們國安署的人員和我們警方是會加強戒備 尤其是在 明天 明天 就會是我們的國慶日子 當然文傑都會出席一些星期禮 以及一些叫做國慶的慶祝活動 那麼 在一個 那麼普天同慶的日子裡面 我們的警方有消息指 他們將會動用 一萬人那麼多的警員去做報防 那麼這件事件 其實就是因為我們 10月11號 就是 我們的國慶 的日子 喜慶日子 那麼再適逢今年就是我們中國共產黨建黨的100周年 所以我們香港政府也都會將它隆中歧視 有些消息就說 警方將會動員全香港超過8000個的警力 確保升旗儀式 國慶酒會等等的進行 是會順利的 非常之順利的 而同一時間就會在 明 可不可以叫明天呢 都可以的 即是一踏入凌晨時間 即是今天的晚上 明天的凌晨 即是今晚 總之踏入到這些的時間 OK 就會在會展和金字經廣場一帶進行一個封閉的 遺風 然後就希望可以為到這個點 作一些準備 遺風會做些什麼事 應該就會不斷檢查一下 看看有沒有一些 敏感的物品 或者不知名的物品 大家都知道近期就發現過一些炸彈案件 所以 都要去檢查一下有沒有這些東西所存在 據悉就是 警察的總部 總區應變大隊 速龍小隊 反恐特勤組 鐵路應變部隊 衝鋒隊等等 全部的警務人員 SDU等等 全部都會在一些敏感的地方 高姿態地去巡邏 並且會部署一些便衣的探員 就是戒備 即是說些什麼 講到明了 我現在高姿態地去巡邏 如果你 都想去搞事的話 沒辦法 抓到你就一定會是 重罰的 OK 消息就指 因為今次警方是高度重視這個的日子 所以就會在 9月30號 去到非常之夜晚 10月1號的凌晨時間 即早提早到那麼多 就會在港九各區部署 以確保升旗的儀式 國慶就會和各區的相關公眾活動 是可以 是能夠安全和有秩序地去進行的 那也都會在今晚凌晨開始 在會展金字經訪場那裏 就是叫做一帶就封閉 去做一些佈防的工作 那麼 消息也都指 今年7月1號的夜晚 發生了一些的孤狼式的襲警案 這件事件觸動到各方面的神經 亦都是希望 不會再有同類的事件發生 一定要保障各方人員的安全 所以警方會 繼續持續地去 進行一些風險評估 加強人員個人和 防護的裝備 提高一些警覺性 以確保行動的安全 當然 就不會再有機會落單 等等的事情 一定 也都會 再提升多一點 四個人或六個人 一組 去做事 今年的國慶 國慶裏面 大家都知道 今年的國慶很特別 就是釋放我們 中共黨成立100周年 但是今年 亦都是沒有一些 煙花會演的活動 今年的國慶煙花會演 亦都是因為新冠疫情 再次取消 已經是 連續三年停辦 亦都沒有辦法 因為疫情 亦都真的害怕 如果搞這些煙花會演的時間 在夜 煙花大家都知道 是晚上才爆 晚上才放 亦都怕有人 趁這個時間來搞事 當然疫情也是一個主要的原因 所以今年 再沒有煙花會演 再沒有煙花會演的 相信 相信在未來的日子裏面 我們的疫情 是消退的時間 我相信這個國慶煙花會演 將會 恢復 回復 市面上 亦都會 越來越 平靜 在這段幾日子裏面 我相信 我相信 亦有人亦都這樣說過 要走的 就快點走 要走的 亦都一路好走 OK 走 走了 剩下下來的人 其實 只會令到香港 更加更加的團結 因為一幫 不愛國 不愛港的人 已經 離開了 我覺得 都是一件的 好事 還有我都很 同意這個 說法 現在 那幫反中亂港人士 那幫不喜歡 我們中國 香港 或者不喜歡 中國香港人 這個身份的人士 將會很快地 很快地 全部 撤離了 走 留下的 一幫人 將會是 愛國愛港的人 將會 更加 團結 更加 建構好 香港的 一幫 愛國愛港人士 所以 我相信 明天 未來 將會更好 在明天的國慶 大家都希望可以 普天同慶 一起去 慶賀國慶 好了 今集的時間 就差不多了 在影片完結之前 希望大家可以分享 讚好留言 訂閱 文傑新時代頻道 記得按下 小鈴鐺 選個全部 大家就不會錯過任何的 一段影片 相信 在各區都會有很多 不同的 一些 慶祝的活動 大家希望可以一起參與 一起去普天同喜 一起去慶賀 我們的 國慶 日子 好嗎 我們下一集再見 拜拜